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书是《动画人生》迪士尼传 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在奥斯卡金像奖的历史上,作品提名次数最多的导演是谁? 是斯皮尔伯格?是拍过阿凡达的卡梅隆?都不对,这个人啊,是华特迪士尼 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 他一共被提名过59次,拿到手的奥斯卡奖就有22个 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想转移一下注意力 我们现在关注迪士尼的时候,会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他的动画电影和迪士尼乐园上 市面上关于迪士尼的书,很多都会聚焦在他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法上 但是华特是靠动画短片拿到他的第一个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短片奖 动画短片是迪士尼出发的地方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动画人生》就是从动画短片这个原点出发 告诉我们,华特是怎么给这个传媒巨头打下地基的 1923年,20岁出头的华特在好莱坞创办了华特迪士尼公司 五年后就创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蒸汽船威力》 没过几年,他又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年纪轻轻有这样的成就 你可能觉得他肯定拿了一手好牌 但实际上,他在做动画这件事上没什么优势 做动画主要看两个方面,创意和制作技术 但是,在华特展露头角的时期 好莱坞有大把成名的编剧 论剧情创意,华特的水准比不过竞争对手 好莱坞也有大批成熟的电影制片厂和动画工作室 论动画制作的技术和效率,华特也处在不利的地位 不管怎么看,他都没有任何优势 那么,他是怎么把一把烂牌打好的呢? 其次,我们都知道,在内容这个行业里 观众永远都是喜心厌旧 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情况,我们见得还少吗? 但是,迪士尼偏偏就把动画这个头部优势给占住了 华特还在世的时候,在1932年拿到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 到他1966年去世,迪士尼的作品几乎垄断了奥斯卡的这个奖 你可能会说,这会不会是因为迪士尼在做内容上有独家秘诀呢? 还真不是 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迪士尼旗下影业集团的前主席卡森伯格 他应该是全世界最得迪士尼真传的人了 在他的任职期间,迪士尼做出了《狮子王》等热门电影 他离开迪士尼以后,创办了动画工作室《梦工厂》 卡森伯格说,他的初衷就是要打败迪士尼 《梦工厂》当然也很棒,但提起动画领域的头部,我们想到的还是迪士尼 那么,迪士尼公司到底是怎么在内容行业里始终保持头部优势的呢? 在迪士尼最初的基因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巨大的耐心 2007年,有个人把这件事做了 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巴里耶 他是一位美国文化产业学者 他足足做了24年的调研 以华特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写了这本《动画人生》 华特一生中有很多成就 除了有声动画,他还做出了影史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他亲手打造了第一座迪士尼乐园 这些都是他留给迪士尼和世界的宝贵遗产 今天,我会从书里的两个核心问题出发,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华特是怎么在动画行业立足的 第二,他是怎么建造出一座全家人都能享受到乐趣的乐园的 在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在动画行业立足的 你可能以为,华特既然能拿这么多奥斯卡提名,他肯定在动画这方面很有天赋 其实啊,至少从他进入动画行业之前的经历看,他是真没什么优势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华特这个人 1902年,华特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大家庭里 兄弟姐妹五个 其中一个哥哥叫罗伊 之后啊,跟华特一起创立了迪士尼公司 在华特八岁的时候 全家搬到了堪萨斯城 以送报为生 华特从九岁开始送报纸 工作量很大 把他的学业都给耽误了 长大以后,华特就拒绝再做体力活 他只想做脑力劳动 什么脑力劳动呢?做动画 他从小就爱画画 但天赋不高,也没受过系统训练 只在一个艺术夜校里啊,学过一阵 他的绘画水平只够他谋生 可他却不安于给人打工 偏偏要自己创业做动画工作室 花在制作上的钱比赚来的多 几次创业都无疾而终 1923年,他终于在好莱坞有了自己的动画工作室 结果没几年 工作室里的大多数人就背叛了他 转去别的公司 遭遇了这么多困难 华特是怎么在动画行业立足的? 这其实源于他对一个问题的思考 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动画出彩? 换句话说就是 动画竞争的本质是什么? 是优秀的创意吗? 是精美的画面吗? 这些答案都对 但是要说到底,这些答案就不太准确了 华特意识到,在动画里加入声音 让画面跟声音完美同步 就能争取到更多观众 也就是说,他在想办法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这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现在经常会听人说 抢夺用户注意力是一个大战场 手机上的内容APP都在这场大战里 回到华特身上 对他来说 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就像一个握在手里的行动指针 每次遇到一个关口 他就按照指针的方向 稍稍纠正一下自己的方向 虽然他每次好像都只纠偏了一点点 但这么一步步走下去 到达的终点就会大不相同 那华特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最初跟竞争对手相比 他做的动画确实没什么优势 如果他把动画当成娱乐品或者创意产物 就得不断在画面创意的赛道上跟人竞争 华特一开始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打造了一个以老鼠为圆形的卡通形象 就是米奇 但是这根本不够 没能引起观众的注意 他给米奇制作了两部动画 反响都很一般 后来在制作第三部米奇动画的中途 华特看了一部电影《爵士歌王》 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 宣告了有声电影时代的开始 华特对这种电影形式深深震撼了 他意识到 要想吸引观众注意力 不一定非得靠画面 还可以靠声音 那时候是1927年 大部分电影还是末片 虽然放映的时候有音乐伴奏 但是画面跟音乐音效没有很好的同步 看完这部电影以后 华特有了一个重要的洞见 声音不是电影的附属品 而是构成电影的重要内容 跟图像一样重要 都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在听觉这个战场上 还没有出现厉害的敌人 只要迪士尼能做的专业点 就是最好的 这个洞见 把迪士尼和竞争对手彻底区分开 竞争对手只把声音当成动画的附属品 随便配一配就完事了 他们做有声动画的方法 通常是给管弦乐队录音 然后放映电影的时候 播放录音 有一部科教动画 主题跟人的声音有关 放映的时候 管弦乐队现场 会用嗓音发出啊啊啊的声音 没有人找到完美整合声音和画面的方法 那华特是怎么在声音上下功夫的呢 他专门在公司申请了一笔财务开支 全身心的投入 研发声音和画面的同步 他做了很多尝试 书里就介绍了一次好玩的录音实验 他跟同事根据动画短片的画面 提前编好了乐谱 然后把同事的家属都请过来 把影片投影到一条床单上 观众们聚在一个房间里看动画 华特就和几个同事 躲在另一个房间里配音 发令枪一响 声音和影片一起开始演出 根据提前写好的乐谱 华特他们几个人 有的用口琴演奏曲子 有的敲打平底锅 还有的人吹口哨配音笑 这次录音实验听起来热闹 实际上还很粗糙 但华特发现 观众的反应像受了电击一样 会本能的做出响应 这让他更加坚信 有声动画的成功 来自声音和图像完美结合 看到这一段 让我回想到2009年 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 3D电影阿凡达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 都被大荧幕上冲自己飞过来的立体特效震惊了 就是那种感觉 经过各种尝试之后 1928年 迪士尼公司制作了米老鼠动画片 蒸汽船威力 它是第一部 而且是当时唯一一部图像声音同步化的喜剧动画片 上映以后 评论家和观众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声音同步化成了迪士尼公司的独门武器 因为竞争对手不了解华特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做的有声动画总是有点嘈杂混乱 靠着声音同步化 迪士尼成功占据了观众的注意力 但是人的注意力不光有感官冲击的维度 还有时间的维度 就是说得尽可能长的占据人们的注意力 这意味着要把观众长时间的留在动画里 怎么办呢 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动画变长 现在我们都很习惯看一个多小时的动画电影 但在当时还没有动画电影这个概念 动画都是短片 通常只有七到十四分钟 他们是负责给电影长篇暖场的 跟票房也不挂钩 华特就下定决心 要把动画做长当成电影来做 迪士尼做的第一部动画电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时长超过了八十分钟 你可能会觉得从短片到长篇听上去也不是很难 这可不只是把时间变长而已 做动画长篇在各方面的难度都比短片高很多 比如那时候的动画短片一般都是把笑话直接堆在一起 而长篇需要故事精彩情节复杂 每个角色和场景前后还得保持一致 假如情节单调或者同一个角色后来变得不像了 观众就会出戏 然后注意到这部电影原来这么长就看不下去了 另一个难度是长篇的投资金额很大 风险很高 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 而且当时根本没有人看好动画长篇的前景 谁也想不到会有人愿意在电影院做一个半小时看动画片 那华特是怎么把动画当电影来做的呢 先看资金方面 迪士尼制作《白雪公主》一共花了将近150万美元 要知道那时候的好莱坞 50万美元投资的电影就算得上是大片了 那他用这么多钱做了哪些事情呢 他新招了几百个动画师 对所有员工都进行了系统的美术培训 为了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他花了很多钱买了新的摄像机 为了讲好故事 他建议了六个编剧小组 更重要的是 他坚持按照真人电影的原则 给角色塑造出独特的个性 书里有一个例子 制作《白雪公主》的时候 华特看到了一个场景的画图 白雪公主在锅里煮汤 最胖的那个小矮人叫做开心果 他走进锅边想尝一下汤是什么味道 而另一个小矮人爱生气制止了他 警告说小心有毒 开心果就没有继续往前走 华特看完以后说 这个场景有问题 从开心果停下的动作来看 他不像是想要尝一口汤 而是希望爱生气来阻止自己 华特认为 开心果这个时候应该一门心思的走向锅边 就好像他不知道爱生气来了 因为开心果是小矮人里最胖的那个 是个吃货 华特通过细节给开心果塑造出贪吃的特点 让他变成一个生动的角色 在制作过程中 想这样的细节修改数不胜数 华特对角色个性精益求精 给动画师们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但动画师不仅没抱怨 反而还被他的这种精神感染 有个动画师说 华特曾经自己画过一个开心果的走路动作 画得很好 看上去也很像开心果的模样 这个动画师就按照华特画的动作 做好了一系列动画效果 后来这个动画师发现 虽然华特画得很像开心果 但那个动作并不是开心果走路的方式 不符合这个小矮人的个性特征 于是做好的一切都只能全部扔掉 重做 在华特和动画师的努力下 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 可不是模仿人类的样子 做一些可笑事情的小矮人 而是滑稽 可爱 有自己个性的小矮人 这部电影也证明了 动画片的艺术表现力 可以比肩真人电影 之前 真人电影里的演员 靠演技赢得观众 而白雪公主证明了 手绘出来的动画角色 能跟真人演员平等竞争 看了这部电影的成年人发现 自己以前看无声动画时会打哈欠 现在却跟着白雪公主床边的小矮人们一起流泪 白雪公主第一年的票房总收入850万美元 超过了成本的五倍 那时候 一张成人电影票的均价才0.27美元 很多人都会去影院反反复复的看 回顾这段经历 你会发现 这里边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 华特在一开始就发动了一次降维打击 他把动画当成电影去制作 把电影集的标准放在动画上 而这一切的原点 就是他最初的那个行动指针 占据人们的注意力 这个小小的行动指针 隐藏在迪士尼最早的基因里 早期看不出什么 但是一路走下去 经过一次次决策 一次次选择 就会发现 他抵达的终点 远远超出想象 华特用有声动画和动画电影 给迪士尼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白雪公主之后 迪士尼陆续推出了 木偶奇遇记 幻想曲等多部筷智人口的动画电影 不过 1953年以后的华特 注意力就不在动画电影上面了 他全身心投入到一个新计划里 建一座全家人都能享受到乐趣的乐园 也就是迪士尼乐园 这个乐园后来拓展了迪士尼帝国的版图 为什么华特要做乐园呢 这跟他的一次体验有关 华特曾经陪两个女儿去过一个游乐园 那里不仅一片狼藉 陈旧不堪 旋转木马的管理员还很不友善 来游玩的人体验都很差 不过 他却启发了华特自己建一座乐园 在他的设想里 这个乐园要跟外部世界隔开 就像是在制造一种氛围 你看不到外面的城市 也就是说 他想让游客把注意力完全沉浸在迪士尼乐园里 他是怎么做到呢 在这部分 我还参考了两本书 如何打造你的爆款创意和迪士尼大学 为了让游客完全沉浸在乐园里 华特主要做了三件事 把乐园里的建筑物当做电影布景 把景观当做电影道具 把员工当做演职人员 先来看第一件事 怎么把乐园里的建筑物当做电影布景 在设计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华特让画家从游客的角度出发 画了几千张图 这样他就能看到游客进来后会看到什么 再想办法管理他们的注意力 比如一家人刚在停车场停号车 准备走向迪士尼乐园的入口 他们这时候看到的东西 就是他们对迪士尼乐园的第一印象 华特就请画家专门画出这个场景 围绕游客的视角设计乐园 迪士尼乐园只有一个入口 人多的时候就会熙熙攘攘 不知道你去玩的时候 有没有抱怨过入口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可不是华特的设计失误 实际上这是他故意安排的 规划师当初在设计乐园的时候 提议说要设计三个独立的入口 提高游客进来的效率 但华特想要的正好相反 他希望整个乐园只有一个入口 他想把入口处变成一个阻塞点 这样人们就会在入口相互碰到 华特希望人们走进迪士尼乐园 就像电影明星 走在好莱坞电影首映式的红毯上一样 人们从入口走进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会经过一条长廊 两边都是建筑 设计这些建筑的时候 华特要求建筑师要借用电影不仅是常用的一种技术来施工建造 这个技术叫强迫透视 是想让游客感觉到自己在这儿看到的建筑 要比正常的建筑大一点 就像电影明星在片场拍电影时感觉到的一样 接着是第二件事 怎么把乐园的游乐设施当作电影道具 在迪士尼乐园 每个游乐设施都像一部精心制作的电影 以乘船为例 在普通游乐场 乘船项目就只是坐船而已 但是在迪士尼乐园 乘船项目的名字是丛林巡航 这个设计借鉴了奥斯卡获奖电影《非洲女王》 丛林巡航模拟的是一艘船在河流上行驶 乘船的游客是探险家 迪士尼的工作人员是探险向导 其实一开始迪士尼的很多游乐设施都猜错了游客的想法 比如有一个设施叫白雪公主的历险 设计团队以为每个来玩的人都知道自己坐在白雪公主的位置上 自己就是白雪公主 然而游客却全程都在纳闷 白雪公主到底在哪呢 怎么结束了都没看到 华特认为出现这种错误 是因为设计团队没有近距离观察游客 没看到他们的实际反应 于是为了得到最佳的设计效果 设计团队在华特的要求下 跟游客一起排队 一起就餐 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 重新设计游乐设施 第三华特是怎么把员工当成演员的 刚开始迪士尼乐园也像其他游乐场一样 从外面请了保安 但这些保安以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迪士尼乐园的财产 他们就把每个游客都当成暴徒 这不符合华特对迪士尼乐园的定位 他可是想把这里变成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 他对员工的要求是能够给游客制造快乐 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暴徒 于是这些保安被辞退 换上了顾客至上的员工 迪士尼乐园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叫演员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迪士尼乐园这场表演的一份子 游客是明星 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是演职人员 迪士尼的演员策略 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也引发了误解 1955年7月 就在第一家迪士尼刚开业的第二天 一个扮演汤姆索亚的小演员 因为想要扮演好这个粗暴的角色 就主动跟来迪士尼参观的其他男孩发起冲突 华特很生气 把表演部的副经理叫过来 副经理赶紧解释说 这个小男孩殴打顾客 我已经把他解雇了 但华特真正生气的不是小男孩的举动 他生气的是 副经理没有给小男孩足够的培训 那迪士尼是怎么培养顾客之上的员工的呢 简单来说 迪士尼公司相信 教别人的功效是自学的双倍 他们会指派每个部门的培训员 去指导新员工 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这样 培训新员工的同时 也能加深老员工对公司价值观和传统的理解 这种培训方式 也想让新员工感受到 自己的努力 可以对公司整体产生重大影响 华特在做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也像做电影那样关注细节 书里有一个小故事 可以体现出它有多细致 他要求 迪士尼乐园里买的冰淇淋雪糕 要用扁的木棒 而不是圆的木棒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 扁的木棒不会把游客绊倒 现在 不管我们去的是哪个迪士尼乐园 体验到的细节最初都来自华特的设计 比如 迪士尼乐园的人行道没有90度的拐角 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在乐园里悠闲的散步 而不是笔直的往前冲 在乐园的主街上 商店的橱窗都很低 小孩不用踮起脚尖 就能看到里面有什么 这些设计都来自华特 他在建造乐园的时候 经常会蹲下来 以小孩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乐园 可想而知 第一座迪士尼乐园 也像白雪公主一样严重超支了 破土动工的时候 乐园的预算是450万美元 而就在开业前夕 这个工程已经花掉了1700万美元 华特没有意识到这个项目会严重超支 就是因为他像做电影一样 做迪士尼乐园 他一直把这个工程当成大型的电影场景搭建 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把一出景点跟一部电影关联起来 迪士尼动画电影里的形象在乐园里随处可见 员工穿着卡通戏服表演走动 游乐设施也都要为故事和场景服务 所有这一切就是要给游客打造一个梦境 人们一走进来 就会把注意力完全沉浸在迪士尼乐园里 从旁观者变成电影中的一员 虽然预算超出了预期 但华特的精心设计也让游客数量超出了预期 1955年7月17号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开业 开业的前七个礼拜就吸引来了100万游客 超出预期的50% 华特像做电影一样 造了第一座迪士尼乐园 但是他希望这部电影永远不会完工 就像他在书里说的 我需要有生命力的东西 那些能自己生长的东西 以及我可以用心思想不断浇灌的事物 这个公园就是这样 不仅我能为它天空加瓦 连这儿的树木也会不停生长 1966年 65岁的华特去世了 这座迪士尼乐园的确如他所愿 能自己生长 现在全球一共有六座迪士尼乐园 虽然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 面积不是最大的 游乐设施却是所有乐园里最多的 而且游玩路线设计的很好 游客在里边一点都不会觉得紧 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面积 也从一开始的28公顷 扩建到52公顷 它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迪士尼乐园 也是游客最喜欢的迪士尼乐园之一 到这里 动画人生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读完这本书 我还想分享一点个人感受 就是要善待新创意 哪怕他匪夷所思 善待一个新方案 哪怕他一呼寻常 华特每次有新的想法 获得的评价都不太好 他在做有声动画的时候 没有同行看好 做白雪公主的时候 他几乎倾家荡产 同行却把这个项目叫做迪士尼闹剧 等着看他的笑话 做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他跑了几百家银行贷款 都被拒绝 没有人愿意支持这个项目 当新创意或新方案出现的时候 我们也许可以善待他 而不是急着评价他 因为永远不要低估 一个新事物破土而出的力量 只要你敢做 他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标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这个那种书的 我看下来是一本书的 我看下来是一本书的 好